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发现 并不是 我们没有发现蒋云荣医生 他的声音 没有发现 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间 经历 一直记得住这样一位 对于中国人来讲 可以说是大恩大德的这么一个军医 虽然他出身不好 在共会 我不能这样说 在解放军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叫什么呢 怎么合适 你告诉我 那就叫解放军嘛 在习军 内部工作也不对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自己搞神经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说起来很顺嘴的 OK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就不出开这个玩笑了 当时候的这个SARS是已经出现了两个英雄人物 北有蒋云荣 南有钟南森 我对钟南森先生也是呢 钦佩有加 但是呢 我一直没搞清楚为什么钦佩的具体细节 因为上一次我看的不那么细节 你为什么了 是吧 对 我就知道SARS大家都说他是英雄了 我也跟着说是英雄 完了你就钦佩了 原来我就开始钦佩了 所以他这一次出来 最先讲出来 这个广东有两个人没有出武汉 但是呢 被感染了这个病 哎 我觉得了不起 所以我把他赞扬了一通 一个多星期以后 我发现我也太蠢了一点 因为 纽约到英国的杂志 这个 马省 马省总医院的那个新英格纳医学杂志 那是实际上第一号的医学杂志 发表了两篇报告都是关于武汉这一次病毒的爆发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人传人早就在武汉出现了 根本就不是在这个广东 但是 钟南三他不是没有出武汉 他去了武汉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钟南三先生是被人欺骗了 还是呢 实际上他早知道 然后给大家隐瞒 您说一说 他是不是有披露义务是一个最关键的 知道实情的人非常多 有的人有披露义务 有的人没有披露义务 比如说你这个防疫中心有披露义务 国务院 当然这个权力是在国务院 国务院要授权 这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也可以披露 那在这个之前你如果说 地方政府或者医生 医生都是被下了进口令的 尤其是那8个 8个谣言制造者是吧 都是在医生群里头 这个医生 一个叫李文亮是吧 李文亮现在也是患者之一 就是他是不是有披露义务 这个是法定的他没有披露义务 法定的上他没有披露义务 但是他说了 说了以后就被 公安部门盯上了 对吧 至于钟南山 因为这个事你是要鄙视他 还是不鄙视他 我不做判断 显然钟南山本身好像没有披露义务 我不知道 我看陈晓龙博士怎么说 我今天做节目之前刚看了北京那个经济观察报 对原来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做采访 那个副主任谈了一件事引起我注意和我的兴趣 我想我们听众也都想知道的 那副主任是什么 姓杨 你知道是谁的夫人吗 我知道 OK 咱们潜伏一下 不会告诉他们了 对 保命 保命 这个这位原副主任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说是上次萨斯之后 中国花了大量的力气和大量的资金 建了一套这个从上到下完整的这个传染病突发病的这个资讯搜集系统 他用的词是叫做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这意思就是说全国上下一直到最基层 每一个地方一点不遗漏 任何地方发生疫情立刻可以上报 说是几个小时通过这个系统垂直就到那个这个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所谓的疾控中心 他们立刻就能知道 他其中还提了一条和刚才你你们那个虚光前面提到的问题 所谓这个曝光问题和处理的权责问题 按照当时他们建立这个系统的时候 没有限制底下的这个基层的人员 就是县一级市一级的医务人员去检测病毒或者是判定病毒是什么性质 要不要防疫 他说其实县一级医院都可以做这样的判断 而且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也就是说按他们当时建这个系统 系统是健全的 本来这个系统只要正常运行 那这次问题也许可以很早一两个月前就发现 而且已经解决了 那么问题在于那个系统被什么给阻断 现在看来这个这两天好像是国内的这个传的很多的 就是现任的疾控中心主任叫高福 好像不是个内行 然后说他们呢 到了武汉带了一个高级专家团队 这个然后就忙着写文章去了 发论文去了 到什么科学杂志啊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 是这些专家自私犯了高级专家不应该犯的判断错误 导致于情客杀 猜一句猜一句 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 一辈子能够在英格兰医学杂志和纽约道发表一篇文章 那就是学术上达到顶峰了 所以在纽约道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 有多少个作者你们想一想 不多 可能万八人吧 三十位 联合吗 对啊 既然我们上一次 这个纽约道你说我们三十位 我觉得还是少了一点啊 但是最高荣耀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高福这样的牛津博士 他非常清楚知道啊 对不对 这是最好发表论文的机会啊 但是啊我接着要讲这个故事的后半段 现在在国内同样还有一个反过来的版本 嗯 说呢 现在是高福在替上边背锅 嗯 说其实所谓武汉市长周星旺讲到的那个授权问题 然后昨天这个武汉市委书记 又再次强调说如果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武汉市可以采取措施的 那话前台词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不是我们不能采取措施 是我们被要求不得采取措施 所以这样问题就变成说 那疾控中心的主任如果没有得到授权 他也一样不能披露啊 然后我看到的反向的说法就是说 人家是拐着弯的披露 就是不光和平你讲的说这个在柳叶刀这样的 这个世界有名的杂志上发片文章的荣誉 更重要的是 这文章出来之前中国疫情没有完全公开了 是柳叶刀杂志发了好几篇中国医生的文章 就刚才徐光谈到的好几篇柳叶刀的文章 还有这个其他杂志 包括英国那个医学这个帝国医学 那个帝国大学那个医学院的文章 帝国理工学院的那个文章 那也是中国人写的 也就是说很多医生 就是国内现在有另外一个相反的说法 就是很多医生是在国内不能往上报了以后 没反应为了治病为了救急 抢着往国外发 希望在国外发了以后引起重视 不过咱们前面讲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席埃塞尔比亚人 人家故意不重视 当然了最后还是这几篇论文第一次把真相说出来了 说他们根据采集的样本证明 这可以人传人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又变成出口转内销了 然后中国才开始武汉封城 接着然后世卫组织最后做了这个国际警惕状态的决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还真分不清楚 到底是高福他们这拨人是取先救国呢 还是借着机会楼草打兔子个人挣点荣誉 这个事儿现在讲不清了 我赞成一种观点就是他们说这个防御系统他们很清楚这个情况 而且早就有这个报告 这些情况上陈前博 陈前博不是谈到的 不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完全知道 而且文章也发了 但是有媒体说了 发了文章以后就不了了之 没有落实到这个政府的行为上去 也没有去向外公布这个信息 这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当然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导致了 就是说中央没有永续力 我觉得这个武汉市长说的 这个周先旺说的是 应该是事情 就是说我们不是不知道 我们不是没有报告 没有网上报 报了以后没有结果 而且那个监狱的程序也非常不科学 要说标本要报到中央去 中央那边说这个是被政治变裂了以后 才能够把它宣布为什么 才能够继续防御 这个程序问题导致了 就是说从上到下来贯彩一个指令 下面没有能动性 没有自主权 这才是导致了 不管是在公布信息 还是在采取措施方面 都是因为这个体制 就从上到下这个体制 就所谓的习军的定于尊这个体制 导致了最后这个疫情被隐瞒 就被拖延下去 然后导致以后突然春节往回以后 习军不得不站出来 说他要组建那个民主小组 我认为这不是因为这个防御系统不知道 或者说地方政府没往上报 而是这个中央没有批准 这是关键 而且从这个体制的程序来看的话 国务院收到算数 所以还在党中央收到算数 党中央里边也要习近平收到算数 也就是说就像日本媒体指出来的 这个责任应该在习近平那里 说完了 我不讲话你们就不讲话了 这个 为什么呢今天这个标题不好吗 今天没有 还是因为大家一直在讲这个疫情的问题 天天都在讲 轮到这个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中南三与习近平为什么无手 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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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讲的谁我都忘了 你说成习近平了 哦 我现在洗礼不分 因为他们现在组长啊 混淆了 原来以为习近平都是他 你无意间说出了真相 洗礼是不要分 对对对 你分那就属于洗地 对 洗礼不分家 洗礼不分的就政治正确了就对 OK 那我问你请这一个问题 中南三为什么要跟李克强握手 你问谁啊 问你们三个人 不握手很正常的吗 我觉得和平你的问题啊 我反过来问一句 嗯 如果介绍他到李克强面前 李克强啊 那个中南三敢不握手吧 嗯 他必须握呀 就从李茂的角度 就不管他喜不喜欢李克强 李茂的角度他也得握 所以我觉得握手这事不大 这事调不成啊 这个 关键是这个握手是提出这个问题的 动机是什么动机 是说怕他被传染了还是 我是 显然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从从和平的角度来讲 这个 这个瘟疫期间就人就不要握手 你握手就属于那个脑子进水了 就属于蠢了 但是我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就不能握手 他为什么握手 我认为这个就像上一次做节目也谈这个问题 就说苏春兰如果当时到武汉去考察 如果被拍上电视的话一定是武作的 成员 和平先生当时也说他是武作的 应该是武作的 我当时我说的他不会武作 如果要上镜头一定不能武作 武作就掉价了 那不行 而且导致了一种恐慌 他不可能 那么就不播他 就根本就不播送这个节目 就是现在要播一定是要很大度 就没有危险 非常非常安全 包括西方国家也是 也是这么安排的 这个大外宣嘛 就是正常的一种政治广告 这是必须的 所以说在那个周恩兰山跟他握手 李克强主动跟他握手 也就是表示我们这个大家不要恐慌 这个就是说运行 我们完全完全 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控制 就像习近平跟那个 这个社会组织的那个 总干事谈保证一样 我一直在指挥 目的就是为了安稳 稳住这个这个社会组织 让他们尽量不要太早 要宣布这个突发事件的那个什么 这个突发事件的这个命名公布 就是说这是我个人认为 这是它是一种宣传 就是为了不允许恐慌 你看这个照片里头没有人戴口罩的 没有人戴口罩 对 所以那个和平认为这个应该是如临大敌 但是呢 我觉得起码在座的这些人 是没有和平这个意识的 他们应该觉得握握手 2003年 对 没问题的 2003年 2003年胡锦涛到广东去 这个考察当时这个这个 那个什么疫情的时候 也不带口罩 也没有没有带任何防护东西 都是而且 我相信呢 就是参会的人都会有解 都会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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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有 当然 当然 那是一样的 对 完了以后呢 中间握个手也不算什么 回头再洗手 所以这个提问的 问的有点那个 有点无厘头 握手 握手我就没问题 啊 我觉得握手没问题 握手的手不要去摸 摸到鼻子 眼睛啊什么的 五官就不能碰 马上洗手 洗手要20秒钟以上 就是用肥皂 不过其实中南山自己 不是在武汉的 他在广州啊 他只是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去过一次武汉而已啊 他没住在那儿啊 所以应该 他道理讲 他没那么可怕 不是个真正的 所谓的 欲区的 这个所谓的毒王 OK 好了 我先把谜底 交告诉大家 首先第一个 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 五手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示范 美国的公司和美国的有关指引里面很清楚 病毒的流传其中一个就是握手和引爆 所以基本上在美国的一些公司拥抱 拥抱 拥抱 美国的很多公司已经给了 早一些天已经给了 叫大家指引 不要拥抱 不要握手 而身为一个国务院的总理 而且是中国防疫的领导小组的组长 和对这个病毒在我们有研究的中国卫健委的 专业委员会的这个 专家高级委员会的主任组长 居然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恶劣的示范 从这一点来讲 也看着我们的彭博士 我们的陈博士 我们的郑先生 在这后面缺乏基本的这个 没有政治正确 对 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就在于呢 口罩的问题 从台湾 从香港 从中国大陆 都是说些没有口罩 甚至没有口罩 已经蔓延到了美国 和到了这个 加拿大 全世界 我呢 在学校 学盟中间呢 有朋友给我留了一个年 发现呢 我的后院子里面就送了一箱口罩来了 啊 朋友的友情啊 在这个时候就铁翼跟里面不一样了 德国也没有了 德国也买不到了 我们这里都买不到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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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最起码的常识问题 啊 这个中国人 包括香港人和台湾人 长期以来 只要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单上口罩 这是最基本上的缺失 喝热水 打口罩 基本上是医生和护士 在有病患尤其是在病患 要动手术的情况之下是需要打口罩 担心你的病菌传到伤口或者是其他地方 一般的情况之下 打口罩不但是不应该 而且会带来更大的后果 就是口罩本身的形状多样 未必能够保护你 美国人并不合适于所有的口罩 另外一个原因是 口罩在人的呼吸过程中间你把它打了以后 产生更多的细菌 反生更多的感染 所以我们在 一个星期前好像是 我们就做了一个节目 专门跟大家讲了一个道理 为什么在欧洲和美国 看不到人戴口罩 但是如果这个人戴口罩 有一点很大的可能性 他是因为有病 怕传染给别人 所以他不得不戴上口罩 所以如果在澳门你出现了戴口罩的人 这个人应该就是有病的人 因为这个时候戴上口罩他是防止自己的细菌 去传播给别人 但是戴上口罩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除非你 被医生指导你这个体型你这个脸型或者是什么样戴上口罩 欧洲和美国人不戴口罩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戴口罩 而是他们还没把这个事情看得太严重 错了 而且认为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澳门博士身为一个正确学博士 学习的第一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 你是正确学博士 我现在讨论的是医学博士 所以请你不要讲话 所以我今天通过这个节目 跟大家普及一下最基本的尝试 第一个是戴口罩这个事情 不但是没有必要 而且是很容易祸害无情 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 在台湾 在香港 在中国大陆 变成了一个 一个 现在最紧凑的一个问题 我差点反调你高兴吗 我不高兴 因为这样的事情你不能讲话 我们的消息来自于三个方面 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 我们查了CDC CDC给人们的防御这个流行病里面 所的指引条件里面 没有建议 戴口罩这一条 第二个是我们找了 医师和科学家 去查了欧美的对待流行病的这个 其他的政策的指引 也没有戴口罩 星期四 就是上个星期四 30号 我们节目是录制的嘛 30号 我们请到了我们华尔街电视请到了纽约市的 负责流行病的 这个 主管 高管 或者中国叫什么流行局长啊或者是什么样的 OK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当天就接受四个电视的采访 我们是集中一家 离开我们这里以后就去NBC 他是这段时间 有一个叫电视片 在网回里面放叫大瘟疫 他是里面的主角之一 因为我是看了那个纪录片 对流行病毒有一点点 全部的了解 所以我说我们应该请他来 人家就很容易来了 而且是个穆斯林 他在这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把口罩的事情讲清楚了 所以 如果不相信 请到街上看一看 有几个被人戴口罩 和平 我得唱点反调 你们三个都唱反调 因为你这唱反调是这个节目的特色呀 OKOK唱吧唱吧 为了节目也讲 五月份我在台北 我就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当时五月份台湾已经很热了 对 街上到处戴口罩 对呀 那会儿没有任何疫情啊 对 就说明了就是戴口罩在不同的地方是有习俗 台湾那个问题就是他的那个 机车造成的空气污染很严重 所以很多人习惯了 要戴口罩 不喜欢那个机车的味 对 是的 那么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戴口罩的事啊 美国是确实不喜欢 我今天刚看到的消息是 不知道彭涛知道不知道 德国有一件事 一个学校的一个华人学生 因为听说中国国内戴口罩 所以他也戴着口罩上学去了 结果挨了老师一顿骂 同学把他孤立起来 理由就是在德国谁戴口罩 就这多少有点习俗问题 就是在德国戴口罩变得不正确 当然跟政治没关系 别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歧视我们啊 要不然你想还是你已经得病了 那你还上学校来干嘛 所以 这个思维的 想法不一样 我还是强调这一点 因为如果在疫情中心的地方 如果说不能确定到底 比如说这次这个肺炎 他的潜伏期是14天 14天 有的人14天之内他没有任何反应 你不知道他到底得病没有 就是说 由于为了防范 就是说有病的人 这个传播给别人的话 戴口罩 每个人戴口罩 应该是 应该是 在这个什么 疫情中心的话 应该是 值得推荐的 而再一个就是 当然 在这个疫情不是很严重的地方 当然 不值得推荐 而且西方我也查过一些 西方的一些专家的一些建议就是 他们确实在说 戴口罩不是必须的 但是戴口罩 在疫情中心的时候应该戴 用什么 你不知道到底 自己是不是患病了 是不是能够传到别人 这是一个理由 再一个就是 最好是 不戴口罩可以 但是你要洗手 要不断地洗手 到哪里去以后 摸了什么东西以后 跟人接触以后 都要洗手 洗手要20秒钟 你上用肥皂洗 再一个就是 即使戴口罩 也不能超过 一天只戴一个口罩 要不断地换口罩 再一个就是戴 戴那个什么 95这个口罩 说仿佛病毒的口罩 也不能超过4个小时连续 这是他们的技术的建议 就是说 再一个就是 他们认为 就是说洗手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什么 注意卫生 还有打疫苗 如果说打一般 甚至打一般的 这个什么感冒疫苗 都比那个没有打疫苗好 这是他们的这个观点 刚才我打烟你了 我觉得这个彭涛讲的很好 很好 这个 符合你的常识 这个 我 你看你讲的这个 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是吧 就是 医护人员要戴口罩 为什么 因为他跟病患有接触 那 那你因为你上街 你出去 你不知道谁是潜在的病患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像这种 武汉这种超大规模城市 雾霾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 口罩首先是防尘 你 这个空气很好的地方 你 不用戴口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雾霾的地方 有空气不好的 就是有防尘嘛 普通人的防尘口罩 你是要戴的 另外一个 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你比如说这个 公共 公共交通工具里头 这个很拥挤 很密集 你看那个感染率 很厉害 对吧 那你防 防普通的这个流行感冒 可能都有 都有 都有好处 所以这个 戴口罩 一个是这个 你如果有病 当然了 看刚才前面那个例子 那有病 你应该在家歇着 不应该来到学校来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劝 很好的劝告 是吧 但是你也不一定 知道自己有没有确诊的病 像这个 像这个武汉瘟疫 你是不知道的 另外一个 你也不知道你接触的人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它是一个 谨慎的措施 当然啊 如果不正确使用 戴完口罩 跟没戴口罩 区别也不大 甚至还有害 那是有一个 正确使用的方法 我觉得口罩 当然是个 很好的一个 隔离工具 很好的隔离工具 看是你是怎么样 使用它 在分场景 分场合 还有正确的使用方法 基本上就跟习近平 讲话一样的 今要这样 又要那样 没有没有 没有 我想两位博士都听得懂 那我就问 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养猫养狗 可以呢 防止这一次 武汉的这个新冠状病毒 这我要抢答了 你说答 是在那个 推特上看的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说法 说这个 武汉有一个什么大群 大概5000人群 说这个 是养猫群 说我们这群里头 没有一个 这个得瘟疫的 得武汉肺炎的 所以呢 大家 就是 自然的联想到 可能猫能够 那什么 猫能够防瘟疫 就这么一个 简单联想 OK 好 我再给你说两条 OK 跟这有关的 我同时在国内的群里面 看到这样的说法 也是医生说的 说这个 这种病毒啊 喜欢这个 毛的那个表面 喜欢附着在内上头 而不喜欢附着在光 光溜溜的层面 比方桌子上 光溜溜的 说那病毒待不住 但是什么枕头啊 毛巾啊 还有动物的毛啊 那是他病毒最爱待的地方 所以按照那个说法呢 这猫就该得病 所以 到现在为止 中国大概这一次 产生了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什么话都出来了 就什么建议也都出来了 真假也都分不清 你讲这是个原理 人家是一个原理性的知识 我说的是一个 人家是一个统计学调查 对对对 这个没有 彭刀不是 彭刀不是 完以后大家都去买猫买狗去了 至少 至少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到任何 专业方面的证实 说这个是 是可信的 或者说可以论证的 OK 没有 媒底 谜底 谜底啊 普通话是谜底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 你要出去 我认为呢 你能成立的话 那我们出去的话 就不要穿带毛的东西 对 郑之光先生呢 是因为呢 其实智力还是可以的 要不智力低的话 怎么上今天大新闻呢 但他因为看微信看多了 所以智力就自动下降了 推特 推特 推特的就也差不多吧 推特是微信办的吧 反正也是病毒比较多的地方 推特也没有一个千人的群吧 五千人的群吧 对吧 他推特上传的 微信上的消息 推特是 把它作为一个讽刺来讲的 OK 说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 中国人有人说这个 吃猫吃狗 能防疫的话 我估计 这个猫狗的价钱就不得了 现在是很多人去收养猫狗 你就说这个郑之光啊 虽然这个随时水平不行 但是质量还是可以的 你还是反映出来了 想说什么 你至少知道 如果说猫狗可以防病 那猫狗都吃掉了 那不就是你们中国人吗 这个陈小龙博士和彭特博士受了专门的 不是基本上的学术训练 所以他们非常清楚 问题在哪里 陈小龙博士是讲的 什么说话都出来了 现在是中国啊 因为这是流行病的第二个体制 就是什么说话都出来了 而这个彭特博士是比这个美国博士更诚实 他是没有任何医学表明 养猫养狗可以防病 但是 我不要回答大家 我们要看陈小龙博士是怎么解释的 他怎么说 这个养猫养狗可以防病 请大家看 不看下面的节目 你根本回答不了我提出的问题 中国人是特别的尊重知识分子 你看有人说 和平你很嚣张 对谁都可以无所谓 怎么你对陈小龙博士那么尊重呢 哎呀 我说陈小龙博士呢 是因为还没有到纽约跟我喝酒 其实几百酒喝下来 我们就变成哥们了 对不对 可能这讲话没那么开气了 但是呢 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啊 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对科学家的尊重 那就更加厉害了 对吧 您那不是科学家 您还是科学家 我们就更加觉得紧张 对吧 更加觉得害怕 但是恰恰我们发现啊 黑德最厉害的 还真是知识分子 还真是科学家 你看以前嘛 有一个学生 在美国读的是 这个加州理工学院 是一个小学校 但是呢 是实际上最顶尖的理工学校 对吧 回到中国 把中国的原子弹给制造起来了 黑德现在美国想对付你 还想一想 哇 中国是有原子弹的国家 核武器的国家 那你说是秦先生帮助了中国 是害了中国呢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 在毛泽东说 毛产一万斤粮食的时候 最大的支持者是来自于呢 这个秦先生 最近几年啊 我们不要说这些洋骗子 对了 这个讲那个 讲跑到中国就讲那个 你就说中国人的科学家 这个杨振宁对吧 如果他是在纽约 他是我的邻居 离我们不太远的一个大学当老师 那么这个当老师呢 这个超市旁边啊 就经常有一个人推着车 就是在那里买鸡蛋呀 买蔬菜 你就以为了他是个内退休的老人 但回到中国以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 什么都可以谈的 这个伟大的科学家 因为呢对了 若被这个物理学奖啊 虽然是几十年以前的事 对不对 虽然他跟李正道闹翻了 但是他对中国是个人物 对吧 现在就出了一个钟南山 钟南山在两个星期以前呢 我都对他很尊敬 因为他在SARS世界里面 做出了窃取的贡献 他跟蒋英勇 对不对 没有蒋英勇 没有钟南山 所以在两个星期以前 我还说呢 钟南山先生了不起 他居然指出来了 人穿人 因为他说啊 在这个广东 广东 这个发现了有个家庭 两口人啊 得了这个病 武汉这个病毒 那么呢 这个他发现 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出过武汉 但是他们家里人去过 那就证明了 人穿人 哎呀我这钟南山讲了真话 但是没有想到 我们从英国的纽约道 和美国的英格兰医学杂志 这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两个医学杂志 这个杂志上面发表了中国的 来自于武汉和北京的 顶尖的 这个几十位医学家 或者是医生的报告 从这个报告里面非常清楚的表明 早在钟南山之前 人穿人就被发现了 人穿人就被发现了 而钟南山他不是在广东 不是在北京啊 而是在武汉 他去了现场 那我就开始怀疑 你作为中国卫经委的高级专家组的组长 你居然 不知道人穿人 那你去武汉干什么 你是被人欺骗了 还是你实际上知道的 也在欺骗别人 这还其次 还有一个事情 这个星期三 他跟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握手 李克强说这个时候啊 我要跟钟南山握手 这个事情是实 大家知道这个时候 李克强总理出于尊重科学家嘛 以前不握手 我这个时候握手 但是这两个人呢 通过这种行动啊 表现了 这个 这个给中国人民 施了一个最不好的 一个犯 那就是施犯最不好 因为这个时候怎么能握手呢 对不对 钟南山你作为一个专家组的组长说 总理这个时候不能握手 这个李总理你要不要装这个东西啊 你在北大也是读了几天书的 你应该知道最起码的常识啊 这个时候不要握手啊 所以钟南山这样一个英雄人物 这样一个科学家 怎么能堕落成这样 首先说这个握手的问题 这个何总是不是有点的吹毛求疵呢 如果李克强能够放心跟钟南山握手的话 我估计这个台词出口以前 是不是经过若干的沙盘推演呢 会有这些工作人员会打个招呼 说钟教授麻烦你这个手消毒一下 对不对 等会我们总理要跟你握手了 我估计这个不会是以这个心血来潮的 这个第一 这个第二这个握手啊 你说脏啊什么这个那个呢 我想的也不一定 因为在60年代 那个时候还是当的国家主席啊 这个刘少奇在北京呢 接见一个劳动模范 这个北京的陶大粪的工人叫石传祥 跑到这个天安门城楼啊 这个在旧社会啊 就在北京的茅坑啊 淘大粪啊 这个公厕啊 这个手啊 淘了半辈子的这些脏东西 结果这个社会主义优越性 这个石传祥跑到天安门城楼 就跟我们刘主席 国家主席握手了 那个时候老百姓看 哎呀这感动啊 这旧社会老讲的时代怎么可能 你这么一个低层次的 这个干陶粪的工人 能够给国家主席 给我们总裁握手的 现在我们共产党做到了 所以这个握手是有这个传统的 我想李总理也不认为 钟南山的手可能有病毒啊 有这个 这个握手就代表这个党啊 国家领导人啊 对一个科学家专业人士的尊重 至于说这个钟南山这个怎么说 人传人啊 怎么到武汉啊 我想您的提出这个怀疑也很合理 因为我不管你钟南山是不是科学家 首先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你是不是党员 我估计他一定是 如果是党员的话 是党性优先 任何科学与论计啊 那我要跟你抱歉 我要插一句话啊 不能打到你的话 但是我忍不住 在中国有一些人叫 不是党员 甚是党员 民主党派那些 民主党派的人 不是中国党员 但是我对他们的了解 打过交道 他们比党员还党员 所以如果钟南山是党员 他固然要遵守党的组织纪律 如果他不是党员 现在党和国家把你捧得这么高 现在你在国内有这么大的知名度 对不对 说不定连总书记总理都要来听你的课 那你是不是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得要为党和国家先着想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把美国人 我说过的把哈佛化学系的主任李博抓起来 这个是联系起来一想 那就看得出可能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中国公认陷于信仰真空 那些老百姓或者人民缺乏这种 英雄的崇拜 这个石传祥后来就在文革的时候被江青那帮人给斗死了 因为他跟刘少奇握过手 那么以后也在这方面好像有一点的乏善组成 因为我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捧出一个叫张海迪这个英雄 后来有数学家陈景润 然后又什么莫名其妙我都不记得有什么这种英雄模范 对不对 好像最近这20年没有了缺了 这个断了这个不行了 刚好碰到了这么一个这个武汉这个肺炎 那老百姓信仰真空啊 他不知道信谁啊 他不知道信谁啊 就是说共产党官员排起来挨个打 各个枪毙肯定有漏网的 对不对 那难得有一个中南山有这个沙士以前的这个这个 这个占天斗地的这个政级应该他捧出来 稳定人心不然就乱套 他变成一个焦点 变成一个十三亿人民啊 免于信心崩溃的一个定海神圣 所以他自己我不管他是不是党员 心里应该明白这个政治任务是高于一切的 我不管你发现什么这个那个要遵守组织纪律的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你不要说以为做明镜这个节目这样 在美国这样 你得要啊 请示的 所以呢 这个中南山呢 先生呢 你也不能说有人说这不就道具吗 魁吕嘛 也不能这么说 这要做党的存服工具 要顾全大局 所以这个人传人呢 这个问题你可以鼓往听之 后来他也说了一句话 他忽然说 原来养宠物啊 就养猫养狗啊 可以防止这个什么武汉肺炎 我一听我就摸不着头脑 这个理论从哪来的呢 是不是从英文《真词》杂志那里披露的 还是美国人做了临床啊实验呢 那你中老为什么会说的这么肯定呢 什么养宠物可以防武汉肺炎呢 后来 过两天我知道了 原来整个大陆有谣传 说这个养猫养狗啊 会怕这个猫身上会沾染这个武汉肺炎 所以他就说 这个养宠物可以防止武汉肺炎 这个养宠物能防止武汉肺炎 一定是湖边的 但是他菩萨心肠 他知道这帮人这么愚昧 所以他就故意说 这个养宠物能防止武汉肺炎 你们不要把猫弄死啊 不要把他甩死啊 你把他抱在怀里啊 他会帮你防这个武汉肺炎的 他是普渡猫狗创生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中院长很有人性 既有党性也有人性 这个是慈悲为怀 我觉得广师他这句话 我后来想出来 他的用意用心良苦 真是很伟大 难怪这个陶杰是香港第一才子 没有没有 我是揣摩的啊 我是揣摩的 既能够揣摩圣意 也能够揣摩意 哎呀 因为这个不合理嘛 对不对 忽然你就说养宠物可以防止这个武汉肺炎 你根据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话是这个 你是有没有经过实验啊 你是不是见过几个病人 你给他捶死的时候 把个小猫往他怀里一塞 忽然就出现神奇 这什么都没讲嘛 对不对 你要我相信 我绝不相信 但是我后来我一发现 很多城市这些人把猫 从高空甩下来甩死 继续照炼 吃野生动物还不够 养了猫还这样 而且你这个谣言 在这些愚昧的族群里头一流行 那些大汉 那些平时对动物最残忍的 就会去一人养一只猫 养了猫 它并不是说因为热爱动物 而是以为这个猫能够防止这个武汉肺炎 所以中南山这个话也有可能好事变坏事 从制止杀猫这个风潮变成养猫热 但是养猫热养一年半载 等到这个武汉肺炎消退以后 这些人照样会把猫给摔死 因为这个是食用主义 食用主义出发的养宠物 而不是出于这种喜爱一个动物一个生命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中老有这个机会看我这个频道 就听我这两句忠言 中老的这一番苦心是很伟大 但是它可能高估了这些所谓的百姓 这些民族的素质 一窝蜂地过各个去增扬宠物 真的武汉肺炎过去 这宠物就遭殃了 遭殃了 它怎么会对着这个宠物一辈子呢 不会的 对不对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